季州岛被公认为是韩国最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之一 不仅是国外游客 还有韩国当地人也会来这里旅游 如果你想要观赏海浪拍打着岩石峭壁的地方 季州岛设地可知绝对是你旅游清单里必定要来的地方 所以祥世界这一集就来到了这个几乎接近海角天涯的绝美境地 设地甲位于季州岛的东部海岸的一端 设地甲是个港湾的名字 这里又叫做设地可知 设地是这个地区古代时候的名称 而可知是季州岛的方言 意思是向外突出的地形 海岸上耸立着一块叫做鲜石的岩石 而这块岩石据说也有个凄美且又一厢情愿的暗恋传说 相传设地可知有一位仙女下凡玩水的地方 却被一位王子龙王王子所遇见并一见钟情 他向父亲龙王请求与仙女成婚 龙王答应100天后进行婚事 结果到了第100天风高浪大仙女没来 龙王说是王子诚意不够 所以心愿没有办法达成啊 听到这番话之后 伤心欲绝的小太子就站在了设地可知 变成了原石 而这就是鲜石的由来 自古以来他就默默地出力在海中央等待他所爱的人前来 说实在鲜石也是性情中人一位情吃啊 设地可知整个地区是由黑色火山岩石和红色火山土构成了形状古怪的海石 设地可知所在的海岸悬崖上是一片宽阔的草地 这里一棵树也没看到 地标性的观赏点就是灯塔浮南而立 设地可知海岸的风景便尽收眼底 设地可知的另一端是一座灯塔 而迈向灯塔的路上有一座防风石墙 设地可知是济州岛著名的自然景点之一 它曾经是韩剧《All In》的拍摄地点 好像这座像是糖果屋的教堂 当时在那部剧里是主要场景之一 不过现在却装扮成一栋糖果屋 可惜却不对外开放 无论如何进不到教堂参观 也还有另一个新体验 那就是如果你从来没有试过骑马的体验 这里也提供骑马的服务 我和飞行小嘉宾轮流尝试坐在马儿上的感觉 是一种独特而令人兴奋的体验 初夏时节济州岛的太阳柔和而温暖 轻盈的凉风轻浮着脸庞 这时我坐在马匹背上时感受到马儿的力量和优雅 这个早上我和马匹相伴 仿佛融入了大自然的怀抱 特别是你和马匹之间建立起的联系和互动 更让整个体验变得更加特殊 初夏的韩国阳光阳风和马匹的陪伴 让我们的心灵得以舒展 我喜欢韩国的春天因为它接近夏天 而且它天气凉凉的也不会说很热 也不会说很冷很舒服 如果你叫我用一朵花来形容的话 我觉得木槿花比较适合 因为它好像看起来没有什么特别 可是它你深入了解的话是一个很特别 韩国的春天很温暖也很温序 虽然天气凉凉的 但记得要涂好防晒哦 不然会被晒伤 我跟我姐姐的想法是一样的 可以用木槿花来形容韩国夏天跟春天 越看越漂亮 游览设定可知的整个过程中 我深深感受到了济州岛的自然之美 和丰富多样的文化 蓝天和碧海融为一体 展现出大自然的鬼斧神功 在阳光的照耀下 海面波光玲玲 仿佛铺满了一层闪亮的镜子 无论在旅途中还是日常生活中 当我们欣赏到这样的景色时 应该停下来用心感受 让这美好的记忆深深的留在我们的心中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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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